能够去使用这些 不管是软体或者硬体或者是服务 那为什么不特别标示 它的厂牌的国家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们所看的是 它只要是中共能够实质控制的 那好比像说像TikTok 它其实是注册在新加坡 也有一些别的软体或服务 它是注册在某个小岛上面 但是不管它注册在哪里 只要中共有实质控制权 那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为了奖励 我想他问一下就是 明年的这个出国预算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 那好像也就是在提出太多 那这些钱到底会怎么样来临 不过其实这个 不管是APEQ的数位经济 或者是台欧盟 或者是台美相关的这个数位经济 本来是在其他国会的 那在今年陆续都移过到我们来 所以从明年开始 这方面数位经济相关的出国的谈判 开会等等 很多是要我们来进行 所以我想这部分是一个持续的工作 那刚好现在台湾也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就是不管是在人工智慧的发展上面 或者是在这些技术怎么样应用来促进 而不是摧毁民主上面 这个全世界都很希望能够听我们的意见 所以我想不是只看说我们出去 也要看人家过来回访啊 包含参加演练啊 等等这些资恩上面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投资都是相当的有回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